人道寿命宗室 这是属于阎罗王的事情 阎罗王凭着生死不活 来接待你 你善多于我 三善道又分 我多于善 这三我道去投胎了 一点都不假了 那么我们自己 觉悟到了 我们忏悔 该过自信 行不行 行 我们断我修善 那我们生死不里面悟 渐渐就烧了 消除了 善呢就天天增加 就增长了 这个出不了流到轮回来 善中之善 无过于念佛了 念阿弥陀佛 善中之善 没有彼此更善的 为什么不念佛 念佛这个善行多了 那你的幸运 有欠缺 将来落在地府 阎王判官告诉你 你佛念得多 你应该到极乐世界 他劝你 如果一提醒你 你的越信愿越越满 佛就来接引你 很妙啊 如果你心愿不足 心愿是赶佛接引 心愿不足到哪里去了 神天道 天人来接引你 看你在哪一层天 日界有六层天了 天上的佛宝大了 逃离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的一百年 你知天寿命多长 所以 许许多人喜欢身天 夜摩天第一天 是人间两百年 斗帅天第一天 是人间四百年 寿命真长 天人看我们的地球上 很可怜小动物 朝生莫死 活一百岁不是朝生莫死 逃离天 一天是人间一百年 看到你出生 看到你死 一天早晨生 晚上死了 四一百年 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毫无意义 什么最着急 念佛最着急 修净土最着急 抱住阿弥陀佛最着急 这是真的 我以为你 祝你是神尊 是 anyone 我的天 就是 我们